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 山西香坟陶寺北墓地 一场持续了五年的考古发掘 仍在继续 这是整片墓区已探明墓葬中最大的两座 下葬时间为春秋晚期 目前最大的 它是长自六米六 它比那个墓口长宽多出二十公分 这个是个女性墓 这个完完了 那这去年 去年完了 已经回田了 一年前 西侧这座墓葬经过发掘 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 它的随葬品是很丰富的 它是有二十五件青铜戟 它有八件顶 其中是五件列顶 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 随葬青铜戟最丰富的一座墓葬 我们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汽油 而且都是这么大的汽油 而且质量那么好 墓内遗骨的出现 使得考古人员确定了 墓主人是一名大约三十岁的女性 她身份尊贵 出身于钟鸣鼎石之家 腹中还有一个八个月大的胎儿 考古人员判断 旁边大墓的主人就是这名女子的丈夫 因为她和2016年那个墓衣是东西并列的 她的墓葬规模和墓葬方向都差不多 所以她就应该是一对对子 就是我们说的一座夫妻墓葬 这应该是做男性墓葬 而且她的这个墓主人就应该是那个胎儿的父亲 这对夫妻的墓葬 是这片墓地已经勘探出的几千座墓葬中 规模最大的两座 而且其中夫人墓葬规模 竟然超过了丈夫墓 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常见的 一位女性怎么能够享有如此殊荣 这个呢明显的要比那个大 一般的来说贵族墓葬 男性墓葬的规模应该是要比女性墓葬大 这个就是比较反常 其实也不奇怪 因为她是怀着小孩突然走的 她的丈夫的悲痛的心情可想而知吧 然后对她的进行一些后葬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是这个女方家里面 势力非常大的话 非常有权势的话 她也有这个女性墓葬比 男性墓葬 比如说这账品啊什么呀 一位后葬了她夫人 和未曾谋面孩子的男子 一个晋国鼎盛时期的权贵 他是谁 他的境遇如何 考古人员希望墓中留下的蛛丝马迹 能够揭晓答案 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 考古发掘并不顺利 发掘初始 就在大墓的西北角 发现了导洞 发现被盗以后很愤怒 然后很痛心 当时真是发掘这座墓的时候 我们就说 不知道下面被他们招塌成什么样的 真是心里没有点 虽然这片墓地被盗墓葬不在少数 但是3011号丈夫墓上盗洞的发现 让考古人员格外惋惜 他们抱着侥幸心里 进行着土方清理 一线一线地挖下去后 并没有看到盗洞的尽头 几个月后 墓室中出现了基石 而盗洞延伸到了基石底部 这个大墓看上去凶多吉少 从墓口开始挖的时候 就发现在这个墓口的北边 大概有不到50公分 然后它就是长风景远角的一个扛 后来那个未来安全扩方 现在能看见那个倒洞的 一部分它就直直的下来 然后清理那个 到清理那个果式的基石 就是果干板上面一层基石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出来了 它的范围就出来了 刚开始就是一点点扩大 后来就是发现就是这么大范围 差不多有三米的 肯定是到了 但是到了多少不知道 仰望墓口 崔俊俊感叹这个大墓的壮观 挖了这么大 然后当时有没有现了机械 还有早中的石头 这个古人费力兴建的安身之所 会不会毁于几个盗墓贼之手呢 考古人员加紧了对墓底的清理 墓葬的被盗情况很快就会明了 这两座晋国大墓 与曲卧县北兆村的早期晋国国君墓地 隔塔而山相望 晋国的辉煌已经烟消云散 而在地下十几米的地方 时间被定格在两千多年前 如果没有被盗扰 他们的生平 他们的喜好 以及他们最后的归宿 会在这几十平方米建方的墓穴中 保留下来 守护了妻儿两千多年的 3011号墓葬主人 他是否足够幸运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就是这个稻洞 它就在这个墓口的西北表 直接就达到墓地了 从这个现在这个情况看 西北边这个地方被破坏了 这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及时 我们发现这个有盗墓的情况以后 及时的就把这个墓葬给保护起来了 团伙做人 肯定一个人肯定是完成 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 然后这边 如果是 如果上面没有这层石头的话 上面没有这层基石的话 他们整个就掏洞 就和掏窑洞一样 整个它叨扰的范围混等很大 它整个墓石就全部它就给掏空了 现在因为上面一层石头 它要是在下面打洞的话 确实对它的生命 它有生命的威胁 对它的安全 对它个人的安全 非常的不利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个 能保存下来的一个原因 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使墓葬阻挡住了盗墓贼的盗绝 还有一个原因 这边就是有一个大箭 这个箭估计有将近有 可能直径快有一米了吧 起码有八十公分 你看这个倒洞 这个倒洞也就是个五六十公分 就是刚能放下一个人 如果是它这个箭往外拿的话 它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个箭是给我们立下大功了 总的来说 还算损失还不是很大 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乱性 箭是古代一种盛水的大盆 这个恰好被安排在这里的青铜箭 挡住了盗墓贼的去路 似乎冥冥之中的天意 使得这个大墓免遭盗墓贼的破坏 墓主人的故事 就这样展现在两千多年后 人们的面前 墓里只发现很少都能够补贝 当时说是贝也是货币吗 但是也能做个中饰品 镇静这些地方 这个红的出来的 一个是内管的盖板 压在一块的时候 就很薄了 就粘在一块了 这个黑的应该是外观的盖板 裹盖板清了完之后 现在出来的就是这个情况 现在看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 来到陶寺北墓地进行考察 同心在这边 同心在这个角呢 这个角这边 一漏头 那边是薄 八件薄就在那个女性墓里面 就在那个位置 那这中备可幸 幸在这儿呢 有可能那边 可能还能给你留一两个 有可能还能留一两个 墓底露出了棺果的痕迹 在时间的轻压下 有机物已经腐烂 残留的颜色和饰品 成为了宝贵的考古资料 这种东西 这个好 这个 没有白 来 这个最好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东西原来不知道干嘛用的 现在知道了 现在它的位置去 位置 位置明白了 原来一直怀疑这个东西 是盾牌上的东西 那不是 这个好像在 不是 那种戴眼 原来以前一直怀疑是羊 就是盾牌上的羊 然后现在 这个很清楚 位置很清楚 而且分布是有规律的 你说还是跟关有关 关上 关是关 关是 关是 那你说就是贴在关上的装饰是吧 而且很可能啊 这个还不是贴在那个关外头的装饰 贴里面的 贴里面的 和那个大云山的那个玉关一样 大云山的玉关和那个海文化的玉关一样 它都是把玉器啊 镶在那个里头 它是在内侧的 不是在外侧 你说那个镶玉的 这个是贴金的 贴金的 因为它这个是这么摊下去的 往外头这么倒下去了 它贴在里头的 这件是有灰胎的 金箔又贴在这个灰胎上 梁洪钢对木底土壤进行取样 研究土壤成分 对青铜器的腐蚀 面对两千多年前的历史遗存 考古人员不仅需要把过程和现象记录在案 还要对所有相关物质取样 进行物理化学分析 甚至用到最前沿的生命科学技术 通过一个墓葬留下的信息 我们可以感知 墓主人生前社会的风俗习惯 神美取向 科技发展水平 我们检测样品用很少就够了 不用太多 这个极端的例子的时候 特别增购的东西后 我们用一个小米粒那么大的 考古也是个漫长的过程 往往田野考古结束后 考古人员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整理资料 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出于对历史的敬畏 考古人员在田野考古的每一步 都进行的小心翼翼 生怕因为自己的处理不当 给历史留下遗憾 如今考古队长王晶燕遇到了麻烦 像这么大片的一个关上的一个漆 以前它保存不下来 保存不了这么好 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 如果时间再长的话 它会褪色的 而且这个漆皮会干燥会起皮的 整体的保存下来要做套箱的 因为它那个体量巨大 如果这个样子整个算下来的话 我们初步算了一下 它可能达到五六十吨 如果要掉一个五六十吨重的东西 它要上百灯的吊车 上百灯的吊车 我们这个路面 有一般的路面是承受不住的 它可能会下线 我们可能还要面临的羞辱 而且这个体量巨大的东西 它的运输也是个问题 香坟陶四北墓地 晋国大墓惨遭盗绝 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接下来的发掘遇到困难 两千多年前的漆器 会不会毁于一旦 就是你没法塑形 没法复形 文物保护专家即将大显身手 3011号大墓关键部分的发掘 才刚刚开始 一部分青铜器也只是路头 大墓还没有揭开神秘面纱 随着春节的临近 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越来越重要 考古人员请来了陕西方面文物保护的专家 一起商量对策 在综合了各方因素后 文物保护专家建议 将漆皮分几部分揭取 这是一块圆形漆皮残留 上面有龙纹图案 提取从这最小的一块开始 通过那一小块可以看到 它提起那个摊的那种浮行状态 结合着这边这个环境 基本上就可以预警这边 我们这个大壤的鸡皮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随着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 文物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样 以往这样的漆皮残留 只能眼睁睁地看它褪色 变得支离破碎 如今我们有了足够的手段 与时间抗争 从时间的年轮上 踏下历史的精彩瞬间 它一炸热就暖了 这路不错 那路不错 这灯膜都开不来 差不多了 提取时 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固定 文保人员用石膏 将带龙纹的漆器层层包裹 切割运出 我们可以想见 两千多年前下葬的时候 朱关素木庄严 内部用金箔装饰 外面坠有刘金同辈 角落里各种礼器熠熠生辉 这些成组的礼器摆放规整讲究 它们招视着牧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去年都是那个小的拍绘文 这是大样 这图案风格大 青铜器物的清理开始了 青铜器的文饰 是一个时代工艺制造 与审美情绪的高度统一 随着周王朝王权旁落 礼乐制度的解体 人们的个性和思想得到了解放 青铜器物由厚重庄严 变为清零奇巧 文饰也去掉了早期的神秘威严 表现出富丽活泼的风格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晚期 复古也是时尚元素的一种 这件青铜糊 虽然气形是春秋晚期风格 但文饰却是复古的商周风 这也反映了牧主人的审美取向 它就是仪式感 代表这个身份地位向 圆圆的叫云纹 这个风的叫雷纹 一般就是这种铺底的一种 就是中式底纹 然后上面是浅浮雕的 因为国力的强盛 和装饰工艺的发展 春秋晚期 靖国文饰形态丰富 画面丰满精致 动感十足 你看 这是头 身子 过来是尾巴 这是足 这是个龙 好 相当漂亮的这个美学 现在根本都 我跟你说 电动 电动它能闹是这种样子 但是看着非常死板 对 没有连动感 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 前面出的是桑虎 这成了圆虎 偶尔我们也能发现 古代工匠的食物 这个地方 就除了差错了 毕竟是人客的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都是圆圆的 这地方估计 这个饭有点问题了 变形了 这一片的东西真不少 不仅是表面上的 这也看见了 下面压着的气候很不少 我现在看那个地方 又多出来一个 这个地方又多出来一个 这道木子又失散了 道木子又失散了 道木子又失散了 要从南南下水的话就 从这个道东从这个下来 这个游牧基本就弄完 基本就结束了 从本面上 从南南进去 这就是大人 桃谷人员心里怀着小确幸 清理着这些 劫后余生的气物 尤其是发现了 气物的与众不同后 心里雀跃不已 扫一下 不是盖子 这张顶 没有盖子 这亮相器 弄把这两个货顶在这呢 大压 然后上面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肯定是九尖顶 还是不是列顶是七尖 还不清楚 列顶的数量 代表着牧主人的身份等级 那么 什么人能够享受七顶陪葬呢 五十七尖顶 这个七顶的牧主人 会是晋国诸侯吗 只是理论上是这种样子 但是你实际的话 到这个时候 礼工乐会 有这种建阅 就是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大夫 我也用七个顶 我建阅 就是 真的就是那种 不遵守社会这种 闲的成立 因为到这个春秋晚期的时候 这个大夫阶层兴起 他们这个势力很强大 牧主人生活在春秋晚期 此时的晋国 国君早已失去了九和诸侯 威震天下的霸气 转而成为清族们手中的傀儡 晋国雄厚的实力 正转化为清大夫们 另起炉灶 宠谱新篇的本钱 生前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大夫们 死后也不忘在墓穴中 显示自己的实力 比对他早早逝去的夫人 他的陪葬更加丰厚 去年的墓和今年的墓室 我们一次年开始发掘以来 就是墓室最大 规格最高的两座墓 如果说这座墓 这个顶有九件的话 那么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 规格最高的一座墓 这座曾经被盗的墓葬 就是墓区中规格最高的一座 这符合考古人员之前的判断 我成立来说这个 如果是一对夫妻墓的话 女性的墓要比男性的墓 就是党级稍微低一点 那叫做李沙一党 就是当时是安全社会的墓 大墓的发掘仍在继续 在这层层叠叠器物的下面 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 我们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个笼 一件诸侯墓中才能使用的器物 惊献于世 墓主人是谁 九箭底 出土边中上的明文 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 3011号大幕外围搭起了防盗棚 为器物的提取做准备 此时距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 没想到它会出这么多 毕竟又是这么重要 确实没想到 因为被盗棚 并且这个木倒过两次 我们觉得它可能就是一次 已经倒得差不多了 所以根据我们这个认识 有错误 所以这个计划也不对 因为其他墓子能清理 耽误这种墓子清理 清理墓时的比较迟 所以一直到现在感觉比较紧张 虽然被盗 但是依然出土了大量的铜器 就包括我们昨天第一层气候取了之后 又发现两件顶 原来我们就发现了11件 推测这个顶是两套顶 还有吗 去年那个壶 文是比较独特 但是这个壶呀 好太多 而且 比去年那个厚吧 厚差不多 去年那个比它大 风口嘛 风的起来大 没没 出土这么多气候 包括并且是轨格这么高 尤其是说那个古作 这个古作在这个时候的墓葬中 只有在高档地的墓葬中才有出土 八十 八十 你看我那边拉 还是最大镜子 分射不过的 分射不过的 此件青铜古作 由三条盘龙互相缠绕 龙手昂起 口弦古筑 体量不输资料所见 任何一件同类器形 这位3011号墓葬的主人 很可能曾经全清朝野 包括东周时期 春秋时期的其他墓葬中 这种古作也非常的少 真正出土的 只有 也只有两三件 这种古作 有人研究说 是诸葫芋才能用的 这种乐器 所以这个墓葬上前身份地位 肯定非常高 在这个晋国 政治势力上 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从晋文宫开始 晋国的军政大事 被六卿把持 他们出将入巷 世代沿袭 决定着晋国的内政外交 3011号大墓的主人 会不会曾经也位列宫卿呢 考古人员一直期待 器物上明文的出现 他或许会解开 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这个吧 这个远桌 又发现了两件了 十二件了 这上面肯定还有字吧 我们这个 一直很期待 在这个器物发现文字 因为 有文字呢 就能说明问题 不是我们 推测 或者是和史料对 或者是我们想象 那都是一种 只是一种推测 就是不能把一个问题说死 所以我们一直发觉了 这么多年 对这个整个墓地的兴致 我们认识的不够深入 就期待有文字的发现 能证明一些东西啊 但是东周墓葬啊 包括春秋时期 这个时期 这个同期上出名文字的 这个概率很小 当时期望着 能有一两个字 就很不错了 然而 就在这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考古人员 在清理边中时 发现了大量的文字 器物上的名文 对于历史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编中上的名文 给我们透露了 这个中名鼎石之家的男主人 什么信息呢 出土了那么多字 就是在这个 一套编中上 保守估计啊 这个文字肯定有100多个 现在还没有全部揭露出来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它这个 上面写的是这个 卫侯 之孙 身子 之子 书 这几个能联系的 是在一个中子上 其他的字既然没有认出来 就是现在也能确定的是 这套编中肯定是与 卫国有关系 就是当时的卫国 是和晋国 有一些来往 但是他和这个 牧主任有什么关系 现在确定不了 有些呢 就是秀的太严重 可能还要进不清了 才能看见是什么字 它这个字呢 它可能是 一套编中上呢 它这个字能连起来 说的是一件事情 是一篇文章 有可能它是不相关的 一些字 之前呢 有一些专家 学者 看了下来看过 他就说这个编中呢 从它这个原始 包括编中的形制来说 它这个编中的时代 大概在春秋中期 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这个墓的 时代很确定啊 肯定是在春秋晚期 就是说这个编中 制作的时候 是春秋中期做的 到了春秋晚期呢 就下送到这个墓里面去了 并且说这个上面的字啊 有可能是后期刻的 它这个 怎么从卫国 到了晋国 然后又怎么下送到 这个墓里面的墓中去了 肯定有一段故事 历史上 魏国曾是和晋国 并立的强国之一 上演过无数的全谋故事 而到了春秋晚期 魏国国事江河日下 沦为晋国的附庸 但最终仍没有逃过 被兼并的命运 这套编中的背后 很有可能隐藏着 魏国兴衰的故事 这个春节马上就到了 我们现在的紧要任务是 先将这个清理出来的同气呢 这个给提取 运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呢 因为这个安保压力非常大 尤其是春节时期呢 这个到我们这些比较成功 编号为3011的春秋晚期大幕 出土多件青铜礼器 其中顶十三件 列顶两套十件 青铜博中十三件 永中十三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